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问题就是我父亲是个一个老师父学的 他是以前是我的顾客来的 我还没有做饮口盖之前是咖啡店罢了 我父亲去跟他学习 然后他教我父亲之后 我父亲才开始这个行业 那时候是我父亲跟一个老上海师父 我们叫他小怀伯 他的基本的功夫是一整只的鸡 还有鸡腿 我父亲学了之后觉得这个行业有得做 那时候都开始一做做了这么多年 然后自己又出一种产品 自己拿一种鸡脚啊 鸡脚啊 这个是自己做出来的咯 自己出品的 吃的时候有那个药材的香味在里面比较香 刚开始的时候是我父亲做的时候是干的 做干干生的 没有这样多汁的 到我一回来之后 我都把它的产品把它改掉 不要多汁一点 刚开始的时候那台干了 是很香很好吃 但是没有一点汁了 那顾客都一直在投诉咯 每一个顾客我都接受他们的意见 然后慢慢去改变 慢慢的顾客认为可以了 我就开始生产 干的没有做了 只是做这个事 这个工作都很复杂一下 你每天要早上去巴萨选鸡 要新鲜咯 如果它是叫货来的 可能是冷藏啊 掺杂在一起咯 我们自己去选的又不同咯 每个早上都要大概五点多的起床了 去巴萨选咯 工作蛮长的时间 预备工作都要大半天了 我父亲的名字叫Happy 所谓来就是开心了 每个顾客都很开心 他们很喜欢来这里 每个顾客都变成好像兄弟姐妹 这样的来到 吃了的东西好像一家人一家人这样的 有些都十多岁了 到现在还有到回来吃 已经有家庭了 他们还有到回来 从小到大了 有些都有中年吃到老了 这里好像怀念的地方 第二个家这样 我的家也是在附近 所以这边是 每个过年都全部集中在这边 没有回那个老家 所以回来这边都比较多 有啊我有想过 有传承给他们 但是现在我是给他们学 学了之后 他们要不要去继续这个行业 他们去自己想 如果谁要接的 就谁接 改良 一直以来我都有这个想法的 其实每做一样东西 我都有给顾客试 他们讲OK 再试多几个 有些可以 有些不可以 我都停一边 再想过另外一种 不是单单 因为大多是顾客重要 他们的口感 如果他们讲还是这个的口味 我都停 暂时还是在这边 其实这么多年 我要谢谢你们的支持 没有你们的支持 我都撑不到下去了 有你们的关怀 还有我父亲一直呆着下来的欢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